打開來吃一下 像日本買的一樣 大家好,我是朱sir 今天便服出場 因為拍攝這段影片 還是年初四,教室還在休息 所以我也懶得去換衣服 說回正題 這段影片我會教大家做些什麼 情人節快到了 所以這段影片我會教大家做一款 無論是外形或口感上 都是非常相似日本高級手上 甚麼甚麼巧克力的產品 我今天的食譜 它的巧克力味道非常香濃 而且它的口感十分順滑 無論是情人節的 或是平時用來吃 都是一個十分不錯的選擇 而且是一枝斑 做法一點也不大 大家跟著這段影片一看便會懂 到底高級仿製日本入口的巧克力 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現在就… 去片 現在開始了 今天使用這個 70%可可含量的巧克力 180克 我們開最小的火 把巧克力放上隔水加熱 把巧克力融化 好 大概3至4分鐘後 巧克力徹底融化後 就可以關火了 然後把它拿到一邊備用 然後換上一個小小鍋 加入大約108克的淡忌廉 然後加入優質的發酵牛油 36克 然後開小火 把牛油煮一煮用 小火把牛油完全融化後 然後把忌廉牛油混合物 加入剛剛融化的巧克力 然後把它慢慢融化至質地完全一致 好 當巧克力初步攪拌到均勻後 就可以加入酒類 而我今天用到Rum酒 5克 如果不喜歡加酒的同學或網友 可以直接不加酒 好 當巧克力質地變得順滑後 就可以用模具裝起它 用什麼模具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這個模具的尺寸是7.5cm 17.5cm左右 好 稍後 略略地燉到均勻後 就可以放進雪櫃 放在雪櫃補空格 大約2小時就可以了 好 現在雪櫃補空格 現在雪櫃補空格 雪櫃補空格 大約3小時 小心地切開四條邊 然後把巧克力冻好 然後把它切成 大約2.5cm x 2.5cm 四方形 好 而我的份量 大概切到21粒左右 最後我們在面上撕上可可粉 朱古力粉很老套的對白是不要太厚或太薄 灑好朱古力粉就可以準備入盒 在入盒之前 當然要整齊齊地排在一起 拍一輩子漂亮的照片 現在用半分鐘去欣賞一下 這些切好的朱古力 然後就準備入盒了 再整齊齊地用盒子入盒 把牛油紙蓋上蓋子 打開來吃一下 嘩 跟日本購買的一倍一樣 先把金色的叉刺進去 看不看嗎 刺進去的時候很軟 先一口吃下去 嘩 完全是入口即溶的感覺 做出來的這款朱古力 吃下去一點也不是太甜 而且朱古力味香濃 簡直每一口就是享受 在舌尖上的幸福時光 太棒了 好 今天的影片來到最後 又是綜合小貼士的時間 第一就是今天我們在用的 就是這個 70%可可濃度的朱古力 亦都可以根據個人喜好 我來選擇自己喜歡的百分之一 也可以的 我個人建議在我們這款產品 我會比較用這個 60-72%左右的朱古力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二就是你們購買朱古力 其實朱古力外面 其實會寫有多少%的可成分 如果你看到包裝上沒有%成分 你要留意一下 究竟它是黑巧克力 還是那些免調溫朱古力 如果你用了免調溫朱古力 去製作我們這款產品 它做出來的口感 或者口味等等 是一點都不好吃的 第三就是 如果切朱古力的時候 把刀要有這麼熱度 你可以浸熱水或者用火槍 不斷出一出熱把刀 切出來的朱古力才夠整齊 盡量切完一刀 然後每一把刀 前一刀就每一把刀 做出來的效果就整齊 好多了 第四就是 如果你自問 切東西方面是好手殘的 市面上是會有四方形的模具 直接把溶了的朱古力漿 直接擠進去 這樣就敏平 這樣就好看 不用切好手殘 也可以做得好看 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適合就拿去洗 不適合就免費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祝大家情人之快樂 拜拜